大家好,我是木科网双眼老师 本次课程带来大家学习JavaScript的设计模式系统讲解与应用 设计模式是所有程序员必须掌握的一个基础知识 无论你是前端开发,还是客户端开发,还是后端开发 掌握好设计模式,你才能成为一名高级的工程师 如果你只懂得写代码,但是不懂得设计,那你就很难成为一名合格的高级工程师 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工程师呢,包括前端开发人员 你必须有一定的设计能力,这个体验在三方面 第一,面试的时候,一般三年或超过三年工作经验的候选人 面试的时候肯定会考察设计能力 如果你设计能力欠缺或不过关呢,基本上是没法通过面试的 那面试的时候如果考察设计能力呢,我们在课程后面会详细的去讲解 第二点,想成为一名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设计能力必须要过关,因为你如果是没有合格的设计能力 那你就没法承担起一个项目的规划和设计工作 所以说你也没法成为一个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第三点,从小有代码到做好设计,设计模式呢是一个逼经之路 设计这个词虽然说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 但是软件工程发展至今已经几十年了 它也是有庄可循的 其中设计模式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通过学习本课程呢,你的设计能力相信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作为一名前端开发人员呢 你学习设计模式可能会有很多困惑 这让你想学,但是可能学不会 这主要是体验的以下三点 第一,网上查的资料呢 基本上都是以Java这种后端语言为主的资料 GS的资料是比较少的 而且呢,网上都不是很统一 第二点呢,就是有时候看懂了 但是呢,不知道怎么会用 所以说你看完就忘了 这是因为GS它本身不像Java是一门语法严格的面向对象语言 所以说在很多时候使用和学习可能都不一致 所以说,因此看不懂,或者说看懂就忘 第三点就是,现在流行的VoE和React的JS框架呢 基本上会让你忙于各种业务开发,或者说改bug的过程中 所以说很少能接受到设计,也很少能接受到它内部和底层 所以说你就不知道这些框架内部,或者说真正使用这些框架 和GS6语法的技术 这一点介绍呢,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面向对象 主要讲解呢,GS6 Class的语法 面向对象三要素和UMR类似多画法 第二部分呢,是设计原则 主要讲解什么是设计 就是帮助大家理解什么是设计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然后讲解五大设计原则 最后呢,是从设计到模式这一个过渡 过渡完之后呢,就到第三部分 就是我们的设计模式这一部分 设计模式呢,我们尝试的23种设计模式 也不是说全部都是很常用的 它要分清预先级,分清主次 好,针对特别重要特别常用的设计模式呢 我们要结合ES6和ZS的核心技术 以及结合一些常用框架来讲解它的一些实际应用 第四部分呢,是一个综合实力 综合实力就是通过一个综合的例子 来演示一下各种常用的设计模式 到底是怎么混合使用 以及综合使用的 包括设计方案的分析 代码的演示 还有设计模式对应关系的分析 可能安排的还是这四个部分 第一是面向对象 第二是设计原则 第三是设计模式 第四是综合实力 面向对象部分呢 我们首先是用Webpack和Bible 搭建一个ES6的编译环境 其中我们是所有的代码 都是通过ES6来演示的 然后是ES6class 面向对象语法的一个介绍 然后是面向对象三要素 继承封装和多态 以及我们去用ES6演示 怎么去体现继承封装和多态 是原则部分呢 首先我们要通过 Linux Unix的设计哲学 这一本书的一些设计原则 帮大家去理解什么是设计 在此基础之上呢 我们再去讲解五大实际原则的 分析和理解以及代码的演示 最后呢 我们去做一个从设计到模式的 这样一个过渡 过渡完之后呢 我们来到设计模式部分 首先是一个概述 就针对二三种设计模式 分为创建型 结构型和行为型 这样一个概述 然后呢 是分清主次 常用的设计模式 重点的设计模式 要详细讲解 要结合经典的使用场景 非常用的设计模式呢 我们要理解概念 去代码实力演示 最后做到有诸有识 掌握重点 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综合实力这部分呢 它是用嘴块 去实现一个简单的购物车 购物车这个东西呢 我们是生活中最常用的 所以说大家也便于好理解 然后做设计分析 画油门类图 就是我们要带领大家 去设计这个东西 然后再去带领大家 一行一行 把这个东西实现出来 延伸出来 最后呢 去总结其中使用的 七种设计模式 他们到底是怎么去实际使用 以及怎么去综合 一起使用的 讲述方式 先基础后实践 先设计后模式 这是一个深入浅出的 一个讲述方式 重点采用的设计模式呢 要配合经典使用场景 来演示 综合实力 演示设计模式如何使用 以及我们要演示 这几种设计模式 怎么去合起来使用 用GS的讲解方式呢 去讲解设计模式 和面向对象 这样呢 就摆脱了大家 通过Java这种方式 学习的一个痛苦 课程收获 首先呢 你肯定是学会了 面向对象的思想 以及URML类图的画法 这一点呢 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 做设计的时候 一个必须具备的一个知识 然后是五大设计原则 二十三种设计模式 当然其中 有一部分是重点 有一部分是非诺点 能应对前的面试中 相关的面试题 这个呢 我们要分两方面来说 第一方面呢 是我们本身课程 就是讲实际原则 设计模式的 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面试题 因为你在面试过程中 可能会碰见说 让你分析一下 前端常用的设计模式 以及是不是理解设计原则 这样的题目 对不对 第二部分呢 是我们课程中 穿上了两个 真实的实际公司的 两个实际的面试题 都是考察设计能力的 这两个面试题呢 我都会带来大家 分析怎么去设计 怎么去画URML类图 以及最后怎么去 把代码完成的写出来 最终目的呢 我们还是希望 通过这个课程 来提升个人的设计能力 学前提 首先你要了解面向对象 要能熟练使用dequire 或者说类似的供应库 第二个呢 是有ES6语法基础 用我能在GS和NPM环境 第三个呢 你要了解VOE和REAC 你至少是要看过文档 做个demo 不能是一点都不知道 重点提示 第一个 本课程讲解设计模式 不是实战项目 也不是码码分析 所以说大家要把 对课程的目标 和对课程的期许 要清晰定位 第二点就是23种设计模式 不是都常用 要分清主次 重点掌握 常用和重点的那些 第三个 设计模式在GS和Java中的 讲解方式是有区别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去 拿网上那些Java中的 讲解设计模式 然后去对标 我们在GS中讲解方式 第四个呢 是不太适合 刚入门变成的同学 这里呢 参考上面的学习前提 最后呢 祝大家从 写好代码到做好设计 这一关大家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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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